嗨 各位聊日子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宜雅文中医师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便秘的这个困扰 便秘是很多外食族还有上班族心中永远的痛 满肚子大便会有什么缺点呢 第一个 毒素大大累积在身体里面 不但影响我们肝脏的健康 也影响我们五脏六腑的健康 很多女性只要一便秘 脸上就多了几个违章见诸 皮肤也会变得容易过敏 都是 很多女孩子四肢瘦瘦的 可是肚子特别大 除了肥胖以外呢 很多的原因都是便秘 素便累积在体内 而且会造成胀气 一旦胀气呢 一整天的工作心情甚至大大受影响 怎么办呢 不用担心 今天呢我就分享几个中医的小撇步 很多呢其实在针对便秘 市面上我也听到很多的偏方 我常常听到就是比如说 益生菌啊 或是优落乳啊 或酵素这一些东西 可是这不见得适合每个人的体质哦 在我临床观察呢 其实便秘有分三大体质为主 第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热蜜 第二个呢其实在女孩子常见的就是虚蜜 第三个是冷蜜 第一个热蜜呢 就是常常吃一些炸的辣的东西 所以这些便秘呢 常常排便呢好几天才一次 甚至会有些痔疮的困扰 这一类的便秘的患者呢 我通常会建议绝命子通便汤 绝命子通便汤其实是很好DIY的一个茶饮 首先呢我们去药房抓生的绝命子 绝命子有分两个 一个是生的和熟的 如果你要达到通便的效果 一定要记得跟药房交代 我要生的绝命子 生的绝命子大概一千 然后荷叶半张 这两个呢冲泡放在一个药袋里面 大概冲泡700cc的热水 大概焖泡一下15分钟 就可以把它当成每天的茶饮这样子用 这样子会有一些清热通便的效果 第二个虚蜜呢 其实是女孩子常常见 那这一类的病人呢 我会推荐他一个当归润肠汤 当归一片 一片大概三千左右 当归一片 然后合手污大概两千左右 也是都放在一个绿布袋里面 放在茶袋里面 我们就放着700cc的热水 焖泡一下 十几分钟之后 会有一个当归香味飘散出来 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拿来当茶饮的饮用 在喝的时候你会发现说 肠子特别暖 蠕动特别快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肠胃的气血比较畅通 这时候排便可能会比较顺利一点 第三个呢 我在冬天常常遇到是冷蜜 冷蜜呢 其实呢 比如说冬天到了 我们肠子蠕动就是比较慢 或者是呢 大家常常吃一些冰饮料的东西 导致我们肠胃的蠕动呢 还有自律神经都失调 我们都知道说自律神经是掌控 我们肠胃蠕动的一很重要的指挥官 一旦它失调之后 你会发现这些人 常常好几天才排便一次 而且排出来的便呢 是又臭又硬 那怎么办呢 这些人千万不要吃一些冰的优落乳 还有益神菌是没有用的 这时候我们常常推荐一些干姜啊 或者是一些丁香肉桂 这些暖胃的东西 反而是比较好处 所谓干姜 大概只要一片就好 不要太多 以免上火干姜一片 然后丁香一前 放少许的肉桂 我们用纱布袋包起来之后呢 也是放在茶杯里面 泡700cc的热水 把它焖泡一下 焖泡了大概20分钟左右 会有一些干姜的香味 还有丁香的香味飘散出来呢 这个就是可以常常 当我们的元气饮来使用 大家会发现说 吃完这个元气饮 冷蜜的人不是只有肠子才会蠕动 甚至脸色也比较红润 然后手脚也容易温暖起来 上班足外食足呢 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看看外面的餐馆 常常因为为了要生意 会做出什么样的餐点呢 一定是高油高糖 而且烧烤炸辣 像热炒店这种 比较重口味的东西 吃久了之后 常常会有一些味热的体质 那味热的体质 刚才说到除了肥胖以外呢 还有一些便秘的困扰 然后这种便秘呢 除了好几天一次 还会有一些状况哦 比如说口疮 口臭 满脸痘痘这种热性的体质 所以呢 这些人只要吃到一些 比较清热型的药物 比如说像一些 比如说绝民籽 或者是说一些大黄 或者是说 像这些人呢 吃优肉乳 或许就会有一点效果 但是注意哦 这些偏方 千万一定还是要受到 医师的指导 不要自己一药到底 触电肠胃蠕动的穴道 我分为肚子本身 还有手脚的穴位 因为我们的肠子蠕动呢 除了肠子本身以外 也会受到很多自律神经 还有受到我们情绪的影响 所以在肠子部分呢 我最常用的是天书穴 我们就肚脐 旁开三根手指头 天书穴 而且要重重的按摩 我们一个穴道 大概至少按摩 二三十下以上 大家观众朋友 不妨轻松的躺在沙发上 让自己比较好施力 一个穴位至少按摩 二三十下以上 大家会发现说 肠子开始蠕动 甚至比较敏感的人 会开始排气 就是代表我们肠子开始动起来 比较容易排便 然后第二个呢 我推荐的是大肠经络的穴道 也就是常用的颌骨穴 我们张开手带 大拇指还有第二手指中间 有一个小山丘 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山丘 就像一个山谷一样 这个地方呢 就是颌骨穴 我们往食指的方向去做刺激 因为通往食指这个方向 就整个大肠的经络 这个刺激球 就是我们在蹲侧的时候 实在是上不出来 有困难的时候 不妨大家呢 有空就常常按摩这个颌骨穴 颌骨穴不是只有用在边密 用在美容也非常好用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脚的穴位 叫做太冲穴 太冲穴在哪里呢 在我们第一根脚趾头 还有第二根脚趾头中间的地方 太冲穴是属于肝精的穴道 有一个作用 我们肝精呢 在中医来讲是掌管情绪 掌管我们自律神经的节律 所以有很多 比如说一紧张就便秘 或是一熬夜就便秘的人 我们要特别加强太冲穴的刺激 其实西医会开一些软便剂 甚至一些民众都会自行去药房 去买成药软便剂甚至灌肠 我想每一个药物都有它的优点 重点是要用对时间 而且要遵守医嘱 千万不要到药房自行买药吃 因为西医它们在开药的时候 也会去听你的肠子 在诊断的时候 也会去听你的肠子的蠕动状况 也会甚至辅助一些影像学诊断 去诊断你肠子的状况 适当的开一些软便剂 那中医的优势呢 是我们会去看你的便秘背后的形成原因 而且个别的体质 针对个别的体质调整 让你的肠道蠕动正常 所以在急的时候呢 我们也许可以用一些西药通便 可是我们在一般日常生活 除了养生良好的生活习惯 我们用一些中药茶饮呢 或者是针灸刺激穴味 让它的肠味道蠕动正常 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第一个饮食 第二个运动 第三个作息 怎么说呢 那其实你饮食的比例 占着我们肠道的一个菌种的分布 还有肠道的一个蠕动的频率 占了一个很大的因素 很多人以为说 我一定要多吃青菜 能够解决便秘 这只是对了一半喔 因为很多外食族就是因为缺青菜 里面的纤维质堆体不够 造成我们的肠子蠕动有障碍 这个时候可以适当地摄取一些蔬菜 注意喔 我们摄取的蔬菜会希望你是煮熟的菜 而不是生菜 因为生菜太寒凉了不利于我们肠子的蠕动 第二个呢我们饮食会希望你摄取一些好的油脂 例如像坚果类或者是像黑芝麻 或者是像杏仁果那些比较良好的油脂 可以达到我们肠道润滑的作用 第三个呢我们要吃一些比较暖胃的东西 例如像姜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偏五股杂粮的东西 让我们胃气充足 我们在肠子冻的时候比较有能量 然后第二个我去叮咛作息这个问题喔 因为我真的常常看到现在人都是熬夜一足 那什么叫做熬夜呢 以中医的理念超过晚上11点就叫熬夜 怎么说呢晚上11点开始 所谓的子时是我们身体经过在走胆经解毒的时候 一点到三点是肝经解毒的时候 如果你晚于11点睡 其实在中医来讲是晚睡 晚睡有什么缺点呢 一个肛火特别大 光有火气特别大的时候 你肠道的毒素就会特别容易累积 而且呢晚睡的时候 我们自律神经的一个放 我们自律神经胶感和副胶感的作用 会特别的不平衡 所以你会发现说肠子的蠕动 有时候便秘 有时候一紧张就会拉肚子 这个也是属于便秘的一种喔 第三个我要鼓励大家 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 如果真的没有时间运动的时候 我会建议在肚子里面 常常热敷 常常热敷或常DIY做一些按摩 顺时钟按摩 就是一个所谓的推肠的动作 让肠子的蠕动被动式地把它运动起来 那如果说在假日有空的时候 不妨做个慢跑啊爬爬山 增加你下半身的运动 让我们全身代谢率气血增加 也有助于我们肠子的蠕动 哇哦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病例耶 我很少见这么夸张的病例喔 大家从这个S光看到说 她的肠子特别的长而且特别巨大 里面塞满的粪便还有气体脏气的气体喔 这个原来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大学生 她最高纪录有17天没有排便喔 照了一个S光才赫然发现说 她的肠子呢有一个现象 她先天比别人特别长 所以她蠕动特别的慢 很多食物的残渣废物都会大量累积她的肠子 所以这个排便特别困难 西医甚至建议她说干脆手术截断一小段肠子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很多人便秘喔 有时候不见得是生活习惯的问题 有些是先天结构的问题 像这一位患者 她的肠子就先天特别长 另外一个我常见到也就是 有些人先天她的肠子神经节的数量特别少 所以你会发现正常人是每天排便有进有出 可是这些神经节特别少的患者 她可能两三天才排便一次 而且从小就是这个频率 所以对她而言这不是异常 很多便秘的患者我一定会问说 你现在的排便频率 跟你之前的排便频率 有没有什么不同 如果有很大的不同 我会比较紧张 会告诉她赶快去做进一步检查 也许有癌病变的可能 可是如果说你从小开始 就是两三天排便一次 就是我讲的神经节分布比较少 蠕动比较慢的时候 其实只要稍微调整一下 你饮食的内容物 还有饮食的一些顺序 像这种肠子比较长的患者 如果说吃一些益生菌 优弱乳也许帮助不大 因为它只有改变它肠道的菌种 不如多吃一些纤维质蔬菜 而且一定要好的油脂 帮助它蔬菜的堆体 顺利地排出来 很多女孩子有一个迷思 我只吃生菜沙拉 不含任何油脂 会产生一个很惨烈的状况 大量的蔬菜纤维 累积在肠味道 可是都滑不出来 所以记得 如果你有便秘的状况 一定要咨询医师 或咨询营养师 为你调配好好的 好的比例的饮食 这是蛮重要的 今天就聊到这里 你也有类似的困扰 还有问题吗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最后也请订阅 聊日子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 让我们好好聊日子 好好疗愈你的健康生活 我是余雅文中医师 下一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